大家好,我是老贝 今天我们做一道海参烧肉 我这里准备了五个泡发了五天的海参 这个海参我泡发了五天 每天换一次水 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把海参拿到蒸笼上蒸了十分钟 又泡发了一天 现在差不多就泡发到比原来的海参大四倍左右的体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加拿大海参 它原来的海参个头 现在泡发好的个头 看起来泡发好的要比原来的海参大四倍 不过大家不要太开心 这个海参烧了以后又会缩回去不少 基本上不管你是做凉拌海参 葱烧海参 或者肉烧海参都会缩回去不少 另外我准备了一些边角料的带金的牛肉 牛肉片 还准备了一块边角料的五花肉 另外准备了一些水发香菇 我们把这个五花肉切成大厚的片 把边角料的牛肉也改刀切成差不多大小的片 切好以后放在备用 锅烧烧热 加油 加油 潤锅 我们先放入葱栗和大蒜爆香 差不多这个大蒜和姜栗 到微微发黄的时候 把它捞出来备用 接下去我再加一点花椒油 增加香味 把切好的五花肉厚片放下去煎一下 正反面都煎一下 海生烧热 海生烧肉是道很好吃的菜 烧好以后这个海生吃上去有肉的味道 充分吸收了肉的味道 把牛肉片也是煎一下 这个过程差不多要五分钟左右 两边都煎一下 肉烧海生 很多人直接就用五花肉肉做 我这里是用两种肉 现在我放入冰糖 把它炒了化开 倒些老抽 上色 现在倒入海生和香菇 一块翻炒五分钟 然后倒入一些米酒 倒入一些蚝油 这个菜的咸蛋到快要成菜出锅的时候 大家可以尝一下咸蛋味 加减 喜欢甜的多放些糖 我这里放了白糖 喜欢淡一点的就少放点酱油 我这里又放了生抽酱油 现在把大蒜和姜绿放进来 然后煮五分钟 现在再加一点老抽 增加一些色 现在加开水 基本上没过食材 然后盖盖子煮六十分钟左右 这个加上前面炒和煎的过程 差不多是总共70分钟左右 我这里再加一点点盐 盖上盖子煮 煮到三十分钟的时候加入米醋 然后继续盖盖子煮 这里我放些两勺姜黄粉 姜黄粉是种很好的调料 做肉做鱼的时候放些姜黄粉 能起到很好的调味作用 这里我再放一些黑胡椒粉 好了又煮了三十分钟 现在差不多汁已经收了不少 我们现在把它收下汁 倒些葱花下去 就可以装盘出锅了 大家如果要把海参吃得更烂一点的话 可以再多煮二十分钟 像我这样基本上海参软下来了 然后吃下去又嚼劲 好一道鲜香美味 浓汁亮芡的肉烧海参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海参出锅前最好尝一下 看看软嫩程度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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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